中国官方军方权威媒体说解放军的联合作训演习有很多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个报道 巨大的官方新华社的消息 解放军代号铁拳2009的雀山师级规模的演习 在济南军区进行 这是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演练 对抗了双方在几个小时的电磁对抗当中 通讯美达光电网络对抗站和电磁频谱的管控行动备受考验 另外解放军的南京军区的某魔步旅 实施了解放军全军的首次合成营的激将演练 在陆航团的配合下 合成营实机实地的激将作战 探索资讯化条件下激将作战最新的战法和训练方法 并且由步兵泡兵防化通讯兵等十多个兵种参与 另一方面 对于大陆解放军近年来的多项大规模的演习都强调联合训练 同时针对解放军从机械化向资讯化联合训练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解放军报专门有文章指出 解放军目前第一是思想观念之后认为各种军种指挥员坐在一起 就算联合指挥 有解放军的军舰飞机 就算是联合训练 把合同混同于联合 或者跳不出军种和部门之间的圈子 局部和全部军种和联合处理不好 解放军报这篇提到解放军的联合训练当中存在问题的文章 专门提到 第二点是解放军的理论实践缺乏特色 解放军的很多联合训练 只是简单的套用外国军队联合作战的训练理论 有的形式大于内容 实践创新不够 而第三是运行的机制不够畅顺 解放军的很多联合训练和军兵种的训练 军区一级和战区军种 没有实质性的指挥关系 缺乏权威的独立的机构 实施统一的作战指挥领导 而第四就是平台建设差距大 解放军的三军连续没有统一的信息系统平台 军种内部指挥资讯传输层次太多 没有大型的解放军的联合训练场地 而解放军的隐蔽机动打击 通讯侦查 还有复杂电子环境下构建的多种相关的联训设施都不完备 联合训练协调保障难度不少 香港有军事评论员特别指出 解放军公开的表明联合演训的差距和不足 是看到了与美国和日本等相关先进军队的联训之间的差距 解放军的公开示弱 也是解放军自信心争强的良好开始 好 看过片段呢 看到是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军方的媒体 解放军报呢高调的指出 解放军现在联合的演习演训很多 但是存在四大不足啊 与外军有很多的差距 到底有什么差距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 看看台湾方向专门研究解放军的 吉乐宜先生有什么见解 其实我们知道您是长期研究解放军的所谓联合作战 与美日台军队比较 到底有什么不足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体化训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所谓的这个转型就是从协同性的联合作战 转向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这个呢是一个信息化的产物 它的重点是强调什么呢 能够把作战要素就是C4ISRK就是坚持侦查 指挥控制到联合打击后庭保障这些作战要素呢 能够各能够与各作战单元包括团啊 营啊团啊旅啊等等这些作战单元能够整合在一起 在一个平台上来进行这个联合的作战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台湾怎么说都还有一个博胜专案 博胜专案就是说有一个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的系统载台 而且里面还有数据 就是对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潜在敌人的数据啊 参数也都在里头 中国大陆似乎缺乏这样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 数据可能也许也不够 跟美军的差距那当然更大了 美军最大的优势在于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中心战了 而且他有实战的经验 有这么多的实战经验去验证 他的网络中心战是否有效 所以中国大陆一体化的训练 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好两位都提到了 中国大陆现在解放军暴露出来的联合作战的不足 这个话题我们先放一遍 看看美国公布的最新的情报 他们说全球到底有多少核弹呢 美国是全部情报掌握的 特别中国大陆解放军大约有240枚核弹 分布在8到14个解放军的发射阵地 美军到底是不是全部掌握呢 看一个片段 据美国的科学家联盟 引述美军的情报最新的公报说 全球目前大约有两万三千枚的核弹头 部署在14个国家的111处的核设施当中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拥有的核弹头 大约是240枚接近英国法国军队的水平 而中国目前的核弹头的分布 分布在中国全国大约8到14处核武器的储存设施当中 美国说中国大陆军方用于储存核武器核设施核弹头的相关分布地方 很可能与少数中国大陆军方用于部署核导弹或者核战机的基地较近 而这份美国的报告说 中国大陆的核武器与受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运载武器平台的储存设施 分别独立存放 而且并没有全部进入解放军的实战部署状态 美国的这份报告还说 罗勒斯军方目前有13000枚的核弹头 藏在48个永久性的核武器的储存点 最多的时候达到500个核武的储存战略处 而美国以情报的方式来公布大陆解放军的核弹头 大约有240枚的精确数字 要显示美军一直在关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掌握相关的情报 美军甚至列出了中国大陆核武器战备储存的 具体分布在8到14个中国具体的战略发射地方 美国要刻意彰显它完全掌握解放军核武器的储存和发射井的情报 而一旦中美开战甚至爆发核大战的时候 美军可能会先发攻击他们的情报所掌握的中国大陆的核发射井 或者核弹头的储存的分布地区 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希望可以瘫痪中国的核打击和核反击的能力 美军所掌握相关中国核弹头的分布对美军至关重要 而美国的报告还说 虽然朝鲜军方自称有过两次的核试验 不过美军认为怀疑朝鲜的真正具有核实力的能力 美国的报告还认为各国的军方对于核弹头的储存密度并不一样 俄德斯军方平均每个地方储存270枚核弹 而美国平均每个地方储存450枚核弹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核弹平均在每个地方只是储存10多枚 香港有军事朋友指出 美国这次以情报的方式公开的宣布 掌握中国大陆的核弹头分布在8到14个具体的中国分布地区 美国宣称对于全球的核弹了如指掌 无非是要显示核霸主的权威 而中国大陆的核武库以及它的分布和弹头的具体数量 是中国的最高核军式机密 真真假假变幻莫测 而中国军方除了有核导弹固定发射阵地以外 近几年也锐意研究核导弹的机动发射 包括核潜艇的潜射和车载机动核弹发射 美国公布了相关中国核弹的分布 还有具体的数字 美国到底是不全数掌握呢 如果掌握是不能够准确地攻击中国的导弹发射井呢 中国怎么反制 用什么方法反制呢 稍后回来分析